我們用的這個系統啊 可能是一樣的 那麼這個會 我覺得呢 這個最重要的意義就在於什麼呢 就是盡管發生了這個危機 盡管發生了這個問題 前一區的產業鏈 目前基本上已經斷掉了 因為這個所關了 對不對 因為封國了 對吧 那麼這個人員流動停止了 物資流動也停止了 對吧 那麼這個對前一區化呀 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打擊 所以有些人可能就開始想像 那是不是會出現了這個 前一區鏈的這個斷裂 會不會就是完全斷裂 也就是說這個事情過去了以後 前一區化的秩序要重新改寫 我就在前一區化的秩序 會有可能會改寫一段可能性 會有一些變化 這就是我本來要放在後面談的 看樣子呢就是放到前面來談算了 因為大家要有些人可能 哎 我一直看今天很震驚 對吧 不願意聽我 那麼長時間來講 但是我要強調的是什麼呢 這個川普總統上台以後 那他的外交政策和經濟政策 得到很多人的這個支持 所以啊 川普總統 即算是在我們看起來 也可能犯了這個錯誤 講了那個話 啊 那麼哦 我前面剛才還忘了講一點 就是沒有跟川普總統打電話呀 這個川普總統說跟習近平打了電話 我負責任的跟大家講 習近平沒有跟他打電話 他也沒有跟習近平打電話 就像他之前講一樣的 他說他知道這個叫什麼 他知道這個這個 這個他知道什麼 他說他知道是什麼 別人問他這個病毒的來源 他說他大概的意思回答就是 我知道是怎麼換上 那麼習總書記也知道怎麼換上 我認為這個完全是不存在的 我的觀點就是 川普不知道 習近平也不知道 如果他們兩個人知道了 直接都不可能把這個事情保密起來的 不可能保密 對吧 只要一方知道了 那天下就都知道 當今的社會 不可能 世界上什麼事情 只有他們兩個人知道 所以我覺得 川普總統講這個話呀 不知道是在那種場景之下 這個衣食忙 忙亂 所以圖卡H講的 還是怎麼樣 至於他跟習近平通了電話 在我看起來 根本沒有發生 之前發生過一次 那還是 2月份還是什麼時候 對吧 那麼這個 習近平跟他通電話 主要是告訴他 這個事情 天氣過 被暖以後 那麼呢 這個 就消失了 啊 那個時候你看看 川普總統 彭斯副總統 還有哪一些領導人呢 都是一個一個在 昏昏讚揚 中國政府是很透明的 中國政府是認作很好的 當然我就覺得 總統怎麼會講這樣的話呢 中國政府明明不透明呢 中國政府明明隱瞞了很多事情呢 怎麼總統那麼講呢 那跟我了解的情況完全相反啊 跟大家感受的情況完全相反啊 那個時候啊 那些支持川普的人呢 沒有人出來支持川普這一點 就好像現在 川普總統說 我知道是怎麼發生 習總書記也知道怎麼發生 也沒有幾個人講出來 川普 講的完全不是事實 更沒有人講出來說 我跟習近平通了電話 對吧 那你通了電話什麼時間嘛 對不對 就像上一次啊 開機器會議在法國啊 說習近平要跟他打電話來 實際上根本不是那麼壞事嘛 陳述是個烏龍嘛 川普總統可能聽這個下面的人 做報告的時候 這個沒聽清楚 對吧 當然這些都是一些 一些技術性的問題 這個都是無足於 這個 不是 無省於 川普總統的這個權威 無省於 川普總統的這個權力 我只是作為一個媒體工作者 我曾經看出了 這些漏洞而已 我談不上去黑川普 也談不上去黑美國 我是天天盼望 美國好起來 天天盼望 美國動過這個難關 因為我的處境 就是在這個困難之中 對吧 我已經幾天 那房門都沒有踏出一步 對吧 已經多少天了 已經八天 九天 十天了 對不對 而且我想技術 還有技術還可能有一些天 對吧 我當然希望美國好起來 我當然希望這個川普領上效應 但是我必須告訴大家 事實比我們的願望還要重要 對吧 事實人員是在願望之前 你願望可以很多 但是事實就是事實 但是這個G20的這個會議的 這個緊急召開 我覺得反映了 全世界的這些 這是二十 估計就是反映了這個二十國家的 重要的強國之間的 必須要達成一些合作關係 同時也是全世界 沒有能夠參加G20會議的人的領導人 也是這麼想的 這種想法其實很簡單 那麼現在全世界出現了這種斷裂性的關係 這種斷裂性的關係 是人類歷史上沒有過的 就好像人類歷史上沒有出現過 十幾億人同時都在家 對吧 也沒有出現過 國與國之間的關係 是這麼一種封閉的關係 而這樣一種事情 要延續多長時間 那再延續下去 那是不可想像的 不可想像的 那麼這個需要 這二十個強國 一些的商議 一些的商議解決問題的方法 另外一個是呢 要開始考慮到 重新恢復 生活質疏 或者是重新建立 新的這個質疏 重新建立一些新的 這種國際關係 這個跟今天很正經 可能講的也差不多 對吧 他是講這個國際關係的 重新的建立 但是我不知道 我們兩個人的思路 那是不是一致的 但是在我看起來 全球化 是不可 這個組長的一個大的趨勢 因為全球化的很重要的特征 就是它的一個差異化 它不是它的同質化 全球化的最近的目標 是要走向同質化 那就是呢 共同的價值 共同的這個體制 共同的這個很多 這個處理事情的 這個共同的這個標準 但是在目前情況之下 雖然有不同的體制 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信仰 不同的文化等等等等等等 但是這樣一種差異性 增加了我們當今世界的顏色 同時這樣一種差異性 也給經濟的發展 提供了一個巨大的 這種互相的依賴性 互相的這樣一種支持 這樣一種支持 但是有時候 不需要裝模組一樣的說 啊我給你 怎麼支持你 就跟習近平和 英國法國 A級他們民主人打電話一樣的 他不需要呢 他這個實實在在的 屬於各種自己的需求 所產生的請求的 富足的力量 這就是為什麼 在有一些地方 人工便宜 有一些地方 人工貴 有一些地方 具有某一種產業性的 這個原料 有一些地方 具有很好的製造能力 這些因素 都拼造成為一種全球化 才使這個企業家們 曾經得到他們 最大的這個利益 同時因為有了一種利益 使很多貧困國家 在這個過程中間 會得到好處 這種好處 是中國在 WTO上面 能夠 迅速崛起的一個證明 不是簡單的 什麼柯林頓呢 希望把中國發展起來 這個 怎麼樣 美國對中國現代化的幫助 有沒有呢 有 但是確實不像有一些朋友 講的那麼重要 那麼關鍵 因為美國 和中國的這個發展 在過去幾十年來 恰恰是形成了一種相互相成的關係 如果沒有中國的 低勞動力 沒有中國的連接產品 那美國人的消費開支 要大很多 當美國人的消費開支大很多 那麼美國人其他的這個消費能力 減弱的時候 在其他產品和其他商業的發展的開動力 也會減很多 就像我早幾天跟大家舉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 就是當一個國家 產生經濟衰退的時候 全球化 就可以把這個國家給拉出來 拉出來的原因 並不是另外一個國家 多麼善良 多麼道德 或者是出於戰略利益 而是因為這個國家 經濟衰敗 而是因為這個國家